2月24日 由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主办 海外中国文艺协会协办的2018年名家讲坛 特邀著名诗人绿蒂来到洛杉矶进行演讲 会长彭南林 创会会长彭丹 前会长陈诗美 作家周瑜 南加州写作协会会长廖茂俊和前会长颜文雄 画家何念丹 以及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李氏 等南加州近百位艺术文艺界人士出席活动 西科文纳市市议员吴通怀和彭南林会长 分别向诗人绿蒂颁发了讲 邀请到了来自我们台湾的著名的诗人 称为桂冠诗人 就是我们的绿蒂先生 他那是中国文化协会的理事长 是吧 那来跟我们做一个文学与人生的演讲 主办这个活动 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友 今天邀请了基本通知了所有的文友来 大家学习诗歌 怎么写作文学跟人生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文友 还有爱好诗歌文学的朋友一起来参见 1986年名家讲坛主讲人绿蒂 荣誉文艺奖章 并荣获韩国第三十届世界诗人大会 班桂冠诗人奖 2011年荣班百年百节活动 国际艺术成就奖 广入文学的这个兴起 但是文学的形态基本上面是不变的 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不管古代现代科技再怎么进步 对于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他还是相同的 大家怀疑说 大家网络文学的兴起 这些平面的文学报纸 有了书刊会不会消失呢 我认为是不会的 演讲的主题是文学与人生 他深入讲述了文学定义与功能 文学类别 文学创作入门 读与写 朗诵解读分享的快乐 绿蒂认为写作一生至少一本书 前会长周瑜陈诗美 发表听后感言 并由何念丹献师致意 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 王基隆在演讲前宣布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彭南林 荣获第59届中国文艺奖章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